2月8号,贵州茅台股价又创新高之鱼,还不忘搞了一件大事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上头神曲《Oh, It's茅台》 文中视频以歌曲MV形式呈现茅台产品特色 不同肤色的主人公与现代混搭的曲风突出了国际化、年轻化的定位 这让人纷纷猜测,茅台开始向年轻人下手 同时还不忘收割一波老外市场 如今,该神曲瞬间在股民之间刷屏 相信不久之后便会传遍大街小巷 甚至被纳入广场舞大妈的歌单 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来听上一段 老板,你有酒吗? 什么酒? 白色包菜 不错 这就是中国 不要叫我老外 其实我懂中国外 不要问我来自哪一块 贵州茅台是我钟爱 不要问我what and why 当然是茅台 当然是茅台 它是生活的乐趣无处不在 当然是茅台 它是走向世界的China's Life 当然是茅台 它在毛本的心中大放光彩 怎么样朋友们 听完之后做何感受 这首Oh It's a 茅台 以说唱的形式表现茅台 在国际化年轻化方面的探索 歌词中写道 它是走向世界的China's Style 它在毛粉的心中大放光彩 相挑世界的烈酒品牌 当然是茅台 视频中 四位主演中三名外国人形象 似乎在明示茅台已经享誉海外 而说唱的形式似乎在讨年轻人欢心 网友听完之后纷纷评论 这下五万亿市值都稳了 一向高傲的茅台费了这么大力气 去跟年轻人套近乎 那茅台酒的年轻市场到底怎样呢 很遗憾 不少数据表示 这波年轻人确实不爱喝白酒 不过 这依然挡不住年轻人在白酒市场的购买力 2020年天猫双11成交总额中 白酒的成交额是奶茶的139.68倍 根据CBN Date 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报告 2020年9095后是酒水消费市场中 唯一消费占比提升的人群 而白酒在9095后的酒类开销中 有着不可撼动的领先位置 其占比远超热门的果酒和啤酒 此外 年轻人消费白酒消费增速 也在各品类的酒中遥遥领先 果酒紧随其后 从这些数据中 我们可以领略到 不喝白酒的年轻人却成为了 白酒市场的重要消费者 而且 这个群体还隐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这其中蕴含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消费逻辑 那就是 买酒的人不喝 喝酒的人不买 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报告指出 从需求场景看 国产白酒是年轻人逢年过节 孝敬长辈和赠送领导的最佳选择 当然 年轻人只是不爱喝白酒 但也并非低酒不沾 在年轻人心中 白酒依然是各种喜庆场合的标配 腾讯广告发布的 2019年白酒行业数字化发展洞察报告表明 白酒依然是正式场合的主流选择 如应酬 酒席和喜宴 同时 白酒在年轻人的消费渠道中 依旧是爆品 特别是诸如茅台 五粮液这样的高端酒 比如就在前段 标价1499元的核心产品 飞天茅台出现在某网红主播的直播间 吸引2000万人观看 500瓶飞天茅台瞬间被抢空 此外 茅台还在多个电商平台拓展直营渠道 预约抢购的消费者中不乏年轻人 所以 茅台花了这么大功夫 本可以躺着鼠钱的情况下 还费尽心机请来三个老外 来上演一出中国风说唱大戏 可见冲击3万亿市值靠的是中老年散户大军 而冲击5万亿 就要靠未来的年轻消费力了 至于茅台的海外市场 最起码生活在北美的华人 想要买上一瓶茅台不太容易 并非价格太贵 而是基本没人可以卖 在美国的酒水超市 基本有着全世界各国的烈性酒 比如 法国白兰蒂 苏格兰威士忌 英国拉姆酒 墨西哥龙舌兰 俄国福特加 日本清酒 韩国烧酒 应有尽有 可就是常常缺乏中国白酒的身影 那五粮液 茅台这类高端酒 更是异常罕见 所以茅台这波操作 难道接下来是要迈进 走入北美主流酒水市场吗 2月8号 贵州茅台收盘再涨2.41% 每股的股价爆2368.8元一股 总市值已高达29757亿元 尽管如此 茅台酒依旧一瓶难求 据小编了解到 春节前夕的中国高端白酒价格 可以说是每天一价 今天不买 明天就再涨10元 后天可能就又涨30 逼得某些省市的市场监管局 纷纷召开 约谈会限制酒类经销商的加价行为 但是 众所周知 惠州茅台总公司与各大专营店经销商签订的销售价格为1499人民币每平 但是试问各位小伙伴 又有谁能够通过常规手段以这个价格拿到呢 在茅台试图征服年轻人市场的时候 也请考虑一下他们的钱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